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9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 张医师好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的视频 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播放这一段视频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 那臀部原始点要跟各位先声明的 跟过去的臀部原始点有一些变化 那第一个就是早期我们的臀部原始点 就是V字形 那发现V字形还有间椎 最重要是出现在间椎出问题 因为间椎本来是管臀部 臀部中间以下的 这一段是由间椎来管 那发现上面这里也很多人痛 所以间椎解决不了 而且间椎对这里的效果也有限 所以我这几年已经很少用到间椎了 那来这一次来美国 我发现曾经理推荐的 他自己长期在按推的时候 他发现这一条胎骨上沿 整条到侧面这一条 他竟然可以管理到臀横纹以上 到这里腰椎下来这一片的臀部都是大管 甚至连腰椎附近 按这里都会有效 尤其是下面的腰椎 所以已经测试过很多 目前来看这一条应该是没有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臀部原始点 如果是要管理到臀部 一定要按这一条 间椎就不要了 所以简单的讲 间椎已经被这个新发现 所取代掉了 也就是这个才是新的臀部原始点 好 那我们臀部原始点 这是第一个 那原来的还是属臀部原始点 那这一点呢 V字形管理哪里呢 管理臀横纹以下到这里 一样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同步原始点 那这里同步原始点 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V字形 还要怎么样 从这里再延伸到侧面 等于最高的一点 也是到侧面来 这一条 这一条新增 跟这一条它是对称点 对称的长度也差不多 都楼到侧面 好 最新人体图新增 上臀部原始点位置 下臀部原始点位置 原始点位置 即其行盖 及其行盖范围 其行盖范围 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位置 其位置是以颗骨的上下沿分为两部分 上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从身体侧面的颗骨上沿 一直向内延伸至脊椎旁 此路径即为上臀部原始点位置 涵盖范围 胎骨上沿以下的腰部、臀部 及其前方小腹 由乘其症提供 上臀部原始点 下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从身体侧面的颗骨下沿 一直向内延伸至顶到骨头为止 再将此骨旁作为上端点 下端点位于尾骨旁 此颗骨下沿及两端点 紧贴骨旁的连接路径 即为下臀部原始点位置 涵盖范围 从臀横纹及腹骨高以下 至踝关节下沿 小腿肚除外 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 那我们先来示范 管理这一段的臀部原始点 那它的按法 工具一样用手肘 按到这里的时候 感觉好像很难按了 你可以叫患者稍微侧面 这样我们比较 因为要按到侧面来 所以这样你就比较好按 那它如果这样 你再调整一下 跟它的位置 好 那我们继续刚刚那一点 好 这一点就不是了 这一点都到肚皮了 好 所以到这里 侧面到这里 这个为最后一点 好 那就叫按完 就叫患者归位 腿可以伸直了 那就回到原来 那同侧的按法 也是一样的 工具还是照我们的手肘 掌心向下 好 那因为同侧 我们站后面一点 不用走到对面去 好 那我们再按法 这里已经有一点开始勉强了 何况这里就更难按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也是稍微翻身 叫患者翻身 那可以靠过来一点 好 这样我们就好按了 那我们站在这里 好 我们直接就这样 顶下去 一样原来的手肘 哦 这里已经下去了 好像前面的肚皮 所以这个不是 所以最后一点就在这里 那大家在摸也可以摸得到 刚好这里还有骨头 刚好骨头的上眼 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点 好 这是臀部原始点 这个胯骨上眼的部分 那我们原来的V字形 也是臀部原始点 所以我们将来臀部原始点 是这样 还有这样 这样 好 那我们再来确定一下 我们原来的按法 我们原来的按法 就是这里 然后这样找 那如果延伸点它是怎么样 就是这一点 再把这里揉到 按到旁边来 好 这一段 那我们先 如果照新的这一段按法 这里 如果一样很难按的时候 叫患者侧面 所以这一个延伸点 可以稍微测一下 这样大家就好按 这里应该就不是了 所以最后一点就这样 差不多感觉上有两三点 这个延伸点有两三点 起来有少三点 好 我再按给大家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差不多三点 这里下去就应该就很极限了 勉强还是可以按到边缘 这里有感觉吗 没有 没有了 所以应该是三点 第三点还有感觉吗 好 那我们按法这里如果延伸点 就是三点 好 那我们再归位 那这里按完 我们臀部原始点是这里 原来的臀部原始点 会找吗 就是 靠骨上眼 往下按 往下斑 顶到骨头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原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原来的 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四点 第五点 好 坐姿要注意的就是 当你比出来第一点的时候 你要按 手心向上 然后手肘放下去 然后身体要往前 这样稍微靠过去 这样力量就出来了 然后手 不要靠得再太紧密 这样九十度就没有了 夹死了就按不出来 这样一定要有一个空隙 这里也是九十度 不要这样 这样就揉不出来 一定要翘起来 刚好九十度 这里也九十度是最好 好 它的要点是这样 稍微身体要往前倾 这样才保持九十度 好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如果楼这里 管理吞按吻一下 还有它患者感觉不舒服 可以在延伸点在这里找看看 好 刚刚延伸点也示范了 就不再重复 好 那这是坐姿 坐姿的臀部原始点 V字形的按法 站姿 这个之前就示范过很多 站姿要注意的就是 臀腕伸对到你的脚尖 这一手扶着 那整个掌心向上 整个靠过去 身体一样靠过去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如果要 如果这里有酷管 很多人很厚 你可以稍微把它往下拨一点 比较好找也比较好按 第一个先确定 这就是第一点 好 我再按给大家看 这个第一点 那B开了之后 你再把裤管拉上去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那这个要注意的就是 弓箭步 我再细讲一下 站臀腕伸以后 这个脚 好 这里重心在第一腿 好 那这个扶着 这样 然后这样扶着 靠过去 然后身体往前 这里九十度要出来 好 那 如果再用稍微转身再靠一下 这样效果会更好 好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好 这是V字形的案法 那对策也是一样 对策我们再走过来 这个就要转了 没办法 因为头侧这里很难按 所以按臀部V字形 一定是要照对策来 那同样 我们先要确定 它 第一点在哪里 先摸甲 然后摸到之后 拇指往这 这个就是第一点 然后从第一点沿着骨头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V字形 那第一点 这样 在甲骨下沿 这个第一点 它的延伸点 就是从这一点延伸到侧面 所以按侧面也是一样的按法 好 你 我们来按这个侧面 你稍微侧面 稍微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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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延伸 先按延伸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 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再往前一点 好 这是第三点 好 这里差不多约列三点 就可以全部按到 来 请趴着 好 那我们 这个延伸点按法 也示范过了 我们现在来按 V字形 站在臀横纹 站姿是这样 然后这一手扶着 然后先把这个点 第一点在这里 往下按 这是第一点 那我们就手靠过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好约列差不多四到五点 就可以全部按完 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 臀横纹 对到你的脚尖 然后弓箭部 这里 下面是不用力 然后身体还要靠过去 所以稍微有一点 转身靠过去 这样力量才能完全出来 要注意的是这几点 要 要 绝窍 好 那我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站好之后 这一手扶着 那这一手靠过去 好 我有转身了 所以我身体变直着 对它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做了 在这一手靠身上 在这一面 你手靠身上 在这一边 那你手靠身上 我们最新的 臀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臀恒纹以下的 按推V字形 按推没有好 再按延伸点 它的应用是这样 那如果是腰 这个下腰部 从胎骨上沿 在腰酸痛的时候 到酸到 整个臀部的时候下来 甚至到侧面 按我们臀部原始点的 胎骨上沿 这一条 那它这里就管理到 所以臀部原始点 它应该是像这样 然后再这样下来 要看患者痛在哪里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按 一定以患者 比如说他臀部痛腰痛 好那你就按上面 这一条 就是胎骨上沿的线 那如果是腿脑纹以下到腿的 大家就以V字形为主 V字形还有不足之处 才从V字形 再延伸到侧面来 这里有三点的延伸点 那我们的臀部原始点 还是从腰上沿这里酸痛 到整个臀部下来到脚癌 这个是他管理的范围 好那我们就示范到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直播 就播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会有 张医师分享姜粉泥的妙用 还有姜粉泥正确的按推方法 张医师会示范 敬请期待